各式各样的小车 让小朋友们玩得不意乐乎 甚至还可以角色扮演 穿上消防衣 带起消防员 小朋友懵懵懂懂 探索着消防玩具车 大野狼从烟囱掉下来 也有志工老师 利用二手图书 讲故事给小朋友听 这里的每个玩具以及教具 你能想象吗 全部都是经过 新北玩具银行物流中心 重新再生 最后送到新北市社会局 成立的玩具窝 131平空间 免费开放让民众尽管玩乐 他们就会知道 自己的玩具要更珍惜 然后如果你不玩 其实可以一样捐给玩具银行 然后让更多小朋友可以玩到 回收的玩具先由志工分类 再加以清洗 如果玩具坏掉 会在玩具诊断单上注明 再交由玩具医生进行修复 这个玩具目前看起来是 它的电磁盒肉依 用工具重新赋予玩具新生命 被玩具医生郑鸿旗示威使命 一年下来它至少能修复300个玩具 如果判定玩具已经毁天乏术 也会把玩具物尽其用 我们那时候想 那些零件都拆出来了 那我们可以把它当作 像热高积木一样 那我们让孩子们去 让学习说 坏掉的东西 就算修复好东西 这些零件我们也可以转个念头 让它变成我们创作的一部分 跟材料 灵机移动 玩具医生教小朋友拆除零件 加上废弃的光碟片 创造另一个新玩具 激发小孩脑中想象力 于是有了疯狂机器人的诞生 打开电池 机器人会自动在纸卡上画画 112年我们就回收到 高达52公顿的玩具哦 差不多是十只大象的这个重量 所以其实真的是减少了 很多环境的废弃物 新北玩具银行 还打造行动玩具车 把欢乐散播到贫乡 阿嬷全神贯注堆叠积木 志工们带起团康 用玩具跟大家同乐 希望能延缓长辈老化 让冰箱独居的长者 对生活有了期待感 在家里没有人说话 来这里比较热闹比较好 大人也可以玩啊 我们是小孩啊 老人小孩啊 104年台彩助奖人 无私捐赠 城内新北玩具银行 加上公益盈余益助 得以将这份爱延续下去 我们要感谢财政部 跟中国信托台湾彩券 它多年来都有致力在公益这一块 那112年它有益助了 840万的公益彩券 盈余分配基金 玩具的重生 替装备益助活力 即便戴着口罩 依旧挡住好心情 大家蒙烂着欢乐氛围 玩具带来的美好 远超乎你我想想 谢谢公益彩券 cheer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